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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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覺得大人可以跟小孩學什麼呢? 大人都會一直罵 哦真的 然後呢 缺小孩的好脾氣 專注的力量 我覺得 就不要輕易的磨滅小朋友的想像力 應該是天馬星空創意 就我們比較矮一點 天真善良 不要這麼 壞 就是有些 黑心有 光年跟希望 就是他們的生命當中就是充滿了 希望 無憂無慮 就像這樣 無憂無慮是一個人 兩個人 快樂 可以 學煩惱的事情很快就忘記 小朋友如果吵架完之後一下就好了 他不會把那個情緒 這件事的情緒遷移到下一個 漸漸長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是那個傷人好像沒有辦法 復原這樣子 就是我們都不會學習在生活上 然後小小鼓勵一下自己 就是那一份單純吧 不會有太複雜的 負面思考 在思考上面他們沒有限制 然後也不會去顧慮太多的事情 一種不知道什麼的衝動 就是會突然去做這件事 可是大人就不會 隨著年齡慢慢長大 你少了一股衝勁也少了一股勇氣 比較有感冒險 真的 可是現在大就感冒險了 就是有時候有一些事情是只有小孩會做 可是大人不會做 就是一種勇氣 很天真 都沒有懼怕 就是很純真他們不管怎麼樣做 然後都可以做到自己的樣子 就是小時候勇氣真的是十足 他看到什麼問題 他不會覺得說 這個怎麼可能 他就會覺得說 就去做 但是他想做他就衝了 覺得自己有無限的可能 也不會因為有很多局限 所以去限制我的思考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少了這股衝勁 跟這股勇氣 因為你如果有的時候 你沒有衝 你可能你也不知道你會不會成功 會缺少機會 那我覺得就是 Yes I can 相信自己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